前两天晚上将近八点钟 泰州交江家旨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一位老汉躺在附近以红绿灯旁 情况不明 出于安全考虑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 老人已经醒了过来 半坐在路边 民警立即上前把老人扶了起来 经过询问 民警得知老人家就住在对面的小区 由于老人还处于意识不清楚状态 走路也十分亮相 民警决定护送他回家 老人的家其实很近 过了个马路 步行三分钟就到家了 家里的老伴看到老头子回来了 玄志的心也放了下来 到家后 老人对民警的救助行为连连道谢 民警再三叮嘱其 以后聚餐喝酒要适量 醉酒后切勿独自回家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段盈盈 编辑报道